或许你可以在99寸法表,加实线,加红色,加实体,要清楚 OK,类似像这样,反正只要以后你有一个表格的范围 你要快速加表格,其实可以套用 所以这时候感觉其实还蛮实用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关定存部分 那定存的这个范例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呢,切到定存 比如说我今天定存的金额这样子 然后呢,我希望存在银行一年到十年 我要算它不同的利率,产生不同的结果 有多少钱的话,那这个当然算法 如果你用公式有方法,那如果说你不用公式 你可以在那个这里面好像有一个是财务里面 然后有一个什么FB吧,FB函数也可以做到 那其中的话,也许我们先用公式好了 这个公式的话就是等于什么 它原来的钱 可能原来乘上多少 乘上它那个本来的有的一 再加上它的利率 它的利率 再刮符几次方 因为复利计算 所以几次方的话呢 就ship加endu这个符号 几次方呢 就是一年,两年,三年,几次方 根据上面的年 OK 那打勾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它的利息 然后OK 那基本上一年之后它多625块的利息 那如果我希望向下向又一次做完的话 其实也一样了 第一个把B1一定整个锁 因为B1是固定的 再来的话呢 列在第三列 篮在A篮 所以看到A篮 就把A篮给锁起来 然后呢 看到那个什么 看到A 那个三列 把三列锁起来 OK 那其实答案就出来了 我刚刚讲你可以套公式 三列 A篮 那这个A篮三列 打勾 向下 向右 全部算完了 OK 所以其实 如果以后遇到大型四算表 你只要知道什么 该锁哪一篮 A篮 该锁哪一列 三列 有没有 而且其实 大部分 基本上只要一个大型四算表 类似牵涉到这种公司的 几乎都OK 为什么是这样 可以想想看刚刚993号表 反正就是该锁的锁住了 那篮跟列 我想这样很快就可以把我们需要做出来的答案给做出来 那或者是你可以用什么 除了可以用那个公司之外 你也可以利用那个 另外有个所谓的插入 财务里面有个FV 所谓的Future Value 未来的价值 OK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利用它 Rent 基本上指的是什么利率 这边有提到 那利率就是这个 不过通常是年利率 我们如果是年的话 就是年利率 那这个是期数 总共几期 基本上的话 我们以年来当成单位 就是一年 OK 然后PMT 是不是要分期付款 不是 那就先控一下 好了 那PV的话 就限值 指的是限值 然后或者是一系列 未来付款的目前总额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你现在有的钱 不过因为 你放在银行了 所以是付的 是银行欠你钱 应该是这样理解 OK 那再来的话 Type Type是期出 还是期 有没有 这边的话代表是 何时到期 一的话呢 表示怎么样 期出 不过通常是零或省略 因为是最后到了 再整个付给你 就付给你625块的利息 OK 好了 那之后的话 那我们把它按确定了 确定之后的话 基本上算出来结果 应该也会是一样的 625块利息 跟刚刚一样 那差别只是说呢 该锁哪里 这个一样 F4 那这边的话 一定是锁A栏 反正就看到A栏 A栏锁起来 三列 三列锁起来 基本上呢 打勾 结果应该也会是 一模一样 没有 没有不一样 像又 OK 算出来结果一模一样 那两种方法 这两种方法公式 我云端上都有放 那利用这个范例 也许我们可以再把它变成VBA 那当然我会希望做出什么样的效果呢 类似像各位可以看到的 类似像 这边的效果吧 因为这边的话可以 按下计算 它会跳出 请问你存款金额是多少啊 那我就存个时百千万 十万百万 你看一个确定 自动跑出来 然后可以清除掉了 除了说可以用 那还可以用函数 函数 OK 那FV 那这边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个input box 跟刚刚的input box 尺寸不太一样 这比较小 可是这个什么差别呢 因为呢 未避免就是说 有的使用者 他看到请输入存款金额 他就输入一百万 一百万 OK 那如果当然 假如说你用刚刚那个input box 就挂掉了 可是呢 如果你用这个input box 确定有没有 他不会挂掉 他只会出现 不正确的数字 OK 那你想说都是input box啊 为什么有这么差别 特别注意 这个input box比较小 它是在那个application 隶属于application底下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application 指的是excel里面的啦 那因为我是无意间 有时候 晚上没事就跑到成品去看数字 刚好看到有这个 然后就把它记下 这个比较OK 那它跟我们原来那个input box 最大的差别是 这个它可以判断 是不是数字 如果不是数字的话 它不会让它过 可是那个刚刚的input box 那个不会 如果你输入的是一个非数字 它一样会过 可是程式就卡住了 为什么因为你100万进来 它没办法计算 没办法计算 那一行就挂掉了 那这个的话 它就是一定要你输入一个数字 所以如果你今天输入是一个数字 按确定 才会过 OK 那你会发现有什么不同呢 这边这个比较大一点点 如果你今天输入100万 或者输入非数值的话 假设我今天输入这样子 按确定 程式就怎么样 资料 什么 形态不符 因为我需要一个数字 结果你给我一个文字 那就错了 会卡在这个 它没办法做计算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怎么做 也许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会需要做出来的效果 就是刚刚第一个input box 第二个就是 也许我可以做一个动态的年 这个所谓动态的年是什么 就是 因为刚刚好像名称重复 我把这个清掉 我把它 还原一下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 按年 比如说这边 它会跳出 你要计算几年 那比如说我八年好了 现在是六年 按确定 它会自动帮我跳到八 那如果我要 十可不可以 可以啊 十年 我要五年可不可以 可以 动态的 利率的话呢 现在是到三% 所以我可以 假设我要到 两%就好了 不要那么多 按确定 它会自动怎么样 动态的 动态的 那你当然 你这个范围 可以动态调整 所以这个四算表 是可调整范围的 那自然而然 我觉得弹性会比较大 但是这个 有点像是枢纽分析表 类似 可是又 不像枢纽分析表 它有很多的固定的模组 你就必须用它的方法 那这个是弹性 比较大一些些 那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刚刚我有两个 一个公式 一个是FV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那个公式跟FV 基本上在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呢 也有提供给各位 参考的那个 参考的这个公式 这个是所谓的定存范例 定存的范例 2